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十一現堂YouTube頻道,十一話的時間 今天我們有Gary和Tony在這裡 8月27號就定了,這個香港超球足球聯賽就將會開列的 今天Part A和Part B都會講關於港超的事情 而Part A就講了一樣,其實上個星期也有消息的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落實,究竟是怎樣的發展 但是我覺得是很有趣的話題,就是在說電視直播方面 記得我們之前說過,就是希望球會有一個新的公會 就是超球聯賽的賽會,希望轉播費方面,球會不用給 現在如果以這個情況之下,應該有些明目的 這個是文匯報的新聞,其實他就說今年的聯賽方面 或者香港播放方面,將會由三方面有一個共識 就是由東網去做直播,然後這個港台會付錢 到時候就會拿一條片在他的頻道上做直播的 而TVB也都會,回來了 就會獲捕捉獎盃的播放權 我相信他們應該會用自己的儀器去做 為什麼TVB又會有興趣呢?原來就跟英國人捉獎盃的事 因為捉獎盃上季的直播派對 TVB就邀請了一些高層,捉獎高層人士 討論一下的時候都說,不如也播放一下本地播 TVB講波佬,捉獎盃,有一個大家很雙熟的人 可能有機會發揮的那個人 不要說,但是你無線說英格蘭捉獎盃 多數就說陳偉豪 現在上一次慈善,是不是有林家衛 對,有林家衛做嘉賓 其實TVB,我印象中上季 走了的Dickson 然後有文迪,陳偉豪,中志光 有李衛文,講韓籍,河甲和澳籍 對,講這三個的,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什麼報名 我真的沒有什麼留意 但是就,你說,你說 但是最有趣的是那段報道就說 因為港台要播香港播,那就要找一些評述員 就要嚴格一些 我心想,怎樣嚴格呢? 我真的不明白 現在,啊?網媒播播的時候很差嗎? 說錯話嗎? 有些不符合港台的節目的規則嗎? 我又不是很覺的 怎樣嚴格,我真的又很難解釋 就是整個評述語,就是我們聽開廣播 來來去去這十年都是那一群的 那是這幾年多了,賣菜那一群 就是新血進來而已 那你怎麼嚴格呢? 就是你來來去去,難道你打算找回蔡玉如出來嗎? 是不是呢? 那來來去去都是阿巢啊 就是你,要是找回林慶倫那些出來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都是大豪啊 那這一群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你,嚴格是否你打算 來港台開一個評述員培訓班呢? 我想他嚴格就未必有意思 未必有意思 是政治正確的 我們不方便那些事情 但是,你說如果 就算以一個可能他們眼中叫做最濕溝的東亡方術 他們是沒有粗口 他們都是跟著波來講的 都是有公式的 是吧? 就算你說大頭那些 他吹一下吹一下都會講回一場波 其實就不是大業餘的 而你說,在之前的亞洲杯 外圍賽和阿冠杯 他們港台穩的主持的廣播 是不是很專業呢? 其實就是差不多 信聞都是在東網講的 有什麼分別呢? 是哦 那一群十幾二十個 二十幾三十個 都是差不多的 那個圈子這麼小 都是那十二十個左右的評述員 你還可以怎樣選擇呢? 你是不是可以去管制他講每一句說話呢? 就是你說,好像梁冠聰那些這麼大膽的 那一定不會有的了 我跟你說過他 我看球的時候 那些一定不會有的了 那很正常去講一場波 那我想又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 那你會審查他的背景 還是過去的言論呢? 那這些我就不清楚了 那看一下他們到時候是怎樣安排 那我相信之前 其實你說之前 亞洲杯的圍賽和阿冠波那幾件 十件八件其實都夠做的了 是 阿鬼那些其實都夠的了 你找回那些 然後你找一些現役的球員 或者退役的球員去 或者找阿七那些說 其實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都夠做的了 是啊 道士和和哥那些都OK 是啊,道士就應該不的了 因為好笑的 那有些人就討論 TWB就講一下 不是大浩 還是不知道誰說 阿鍾仔說要一些時間 回香港播 因為沒有什麼留意 你見過其實大浩那些訪問 他不太知道現在 香港播發生什麼事 都不看的了 已經是 說來都是說以前的 但是那些人 如果你給回可能 一兩場 幾個星期的資料 他們回看 回了解一些人 或者問一些朋友 我想他們都會說得不錯的 我覺得大浩講波都挺好的 其實以我的角度來講 都不錯 就是他很實際 就是他講到他踢球的時候 那些經驗給你聽 我覺得這一種的平術 原來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那就是香港播播的歷史 真的很多年了 其實我也想回顧一下 這麼多年來 這些不同的頻道 不同的電視台 播播的時候大家的感覺先 就先講TVB 我相信TVB 無論你討厭他也好 不喜歡他也好 你不能夠反應 在TVB 以前 現在我不知道 太久沒有了 以前播一場球 是真的吸引了很多人看的 就算是 下午可能三點那些亞洲賽事 或者是那些聯賽開幕前 以前都是三點五開球的 其實也很多人會留意到 而我也是其中一個 因為TVB播播而開始 真的去接觸到香港足球 而想慢慢看多一些的人 我相信他也挺有一個影響力的 而我多說一點 你再評論一下 以前TVB 我看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就是聯賽的開幕戰 會有直播 是 杯賽 杯賽 可能銀牌決賽 足總杯決賽 都會有一場直播的 以前有聯賽的總決賽 就是打了兩個循環 或者打了三個循環 然後就是 兩個循環 就定了冠關 然後進入爭標組 或者是怎樣互給組 爭標組那個循環的冠軍 就跟第一個循環的冠軍不同的話 就會打一場聯賽總決賽 會有播的 再加上就是 賀碎杯 或者一些外隊來的比賽 播得很少很少的 以前曾經試過 不是聯賽的揭幕戰 但是南華第一場 不過羅傑成 只捧了過百萬 港會 對港會 南華對港會第一場 五十萬至一百萬 就給TVB播的 那除此之外 其實TVB是沒有怎樣播的 是播得很少的 是完全一定要入場看 只不過他每個禮拜 會有我們很喜歡的 球迷世界 是 你留言一下TVB的時代是怎樣 那時候 即是我小時候 九十年代初 看一場本地球 是很矜貴的 即直播很矜貴 好像你說的 聯賽一場 協物節一場 或者 杯賽的決賽一場 其實 一年 如果看香港的 香港的直播 不超過五場 六場 對 對 對 我小時候 他每次決賽都擺在大球場 大佬 那圓 那我 我住這麼遠 我那時候住屯門 我要 山長水 乘幾程車 才去到大球場 對 以前過海很煩 對 十二三歲 大佬十二三歲 自己會進去大球場看球 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大佬 還要那時候 如果一場決賽是南華 真的是南華 決賽九十年代初 或者東方南華 嘩 我們慘 我們做學生 欠學生票 大佬 進去 排隊 還要看排隊 有沒有學生票買 早 一來長方開了三點 我們做學生 十二點鐘 就要 出去 銅鑼灣 上 加露 連山道 排隊 買票 大佬 我們 所以我們 很多時候寧願 是看直播 因為我們 我們住這麼遠的小朋友 真的很難出到去大球場 看一場決賽 或者看一場決賽 所以對 一場 本地球直播 我們 我年代 就一定要佈著電視機面前 還要看早上 《球迷世界》 要看阿叔 有沒有暗示 喝茶 喝茶 今天 去喝茶 阿余 我們下午就看好球 那就知道下午一定會過球 又或者你當日買份報紙 以前我們很喜歡看電視節目表 時間要看 特備至三點鐘 那就是 我們 我們要猜 因為那時候是不會 之前一兩天會買廣告 是不會的 因為他跟足總有個協議 就是 他不想 因為直播而入場 是的 所以他要很慢的時間才知道 所以我們是很緊張 小孩子的時候很緊張 《球迷世界》會不會說呢 會不會播呢 下午的場合 其實大多數都會播的 只不過 你又一直不說 那我們就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那就要緊張一下 看《球迷世界》的時候 我那個年代 就 那時候《球迷世界》應該是 到了下午星期日 已經是 那 什麼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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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想 10年左右 我看《球迷世界》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下午的 我看到 其實精華是很短的 30年 可能也是 有一個評述員 一聲就說完之後 可能只有一部分 接著就說另外一些 體育節目 那 我看《體育世界》 你那時候 《體育世界》 對 《體育世界》 以前的《球迷世界》 和《體育世界》分開 昨天沒有了 就放了《體育世界》 有一部分 本地球就越來越短 是的 是的 我那時候 都沒有賣廣告 那時候《體育世界》 那時候《體育世界》 還有播放的 那些高級銀牌 或者足足杯 那些 都是看 那裡 開始慢慢接觸香港足球 然後 有時候 他又會播 阿歇杯 那些 我記得 有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放了在《明珠台》 還是《J2》 《明珠台》 《J2》 《明珠台》 也有 那你就要自己 偶爾 有時候 那時候還沒看香港球 真的下午 突然轉台 有場 很棒的 有場決賽 很有趣的 為什麼《明珠台》 有場 在球 那時候 就這樣去看 是的 因為我剛剛想的 其實他每季都不同的 因為試過 我很喜歡那一場 快通對藍牙那場 銀牌的四強 在旺角場 五比三高 被人說了上一場 都是電視直播的 所以我怕會有人抽稱我 不是啊 他不只是播這幾場 哪一場 是會有的 但是每季都未必一樣 總之就是 那幾場決賽 開幕線一定會 中間怎樣播 我就不知道 可能會有 就是 聯賽裡面有一場 很重要的 關乎冠軍之戰 他未必會做直播 因為 如果大多數 那些球賽 都會放在夜晚 我記得 那些很緊張 那些比賽 大多數會放在夜晚 那時候無線 就會新聞報道之後 就會錄播 但是那個錄播 未必是播全場的 會是 當一個節目做 剪三十分鐘出來 其實呢 我們小時候都會 不睡 就是為了看那場球 因為你都是入不到場 看的嘛 以前不同啊 以前你一來入不到場看 二來你沒有說什麼YouTube 那些東西 其實很少機會接觸到足球 真的要TVB播 或者去歐洲 那些球 你以前未流行 什麼有線電視 那時候 或者就算有的時間 有一期 可能久不久 播了兩場西甲 德甲 以前是這樣接觸的 誰現在 歐洲 歐洲 如果想看歐洲 精華 就是星期日的六點鐘 我記得是 北甲 何甲 那些就在那裡播的 那時候經常看他 英超的精華 都挺正的 那時候 不知零幾年 總之是很久之前 好 那剛才 Tony就說到10年TVB 其實 LOW TV 在11年 就開始一個革命性的發展 就是它是整季 是的 應該本身是要播足的 但是因為神禧不參與的 我到現在 是 一間球會可以不參與 可能會有朋友 不能夠出現在別人那裡 因為要配合錢的 那直播就要配合錢的 是 那LOW播出來 就收觀眾錢的 那就是神禧覺得 不值 所以就有這件事 但是也是一個很突破性的發展 當時 我是覺得 哇 這個 港甲 竟然可以是 好像英超那樣全部播出 很好感覺 那樣 就是 其實整個台 是為了港甲 那個體育台是為了港甲而設立的 就是可以做 可以跟球員做訪問 可以跟進一下 有什麼 那個禮拜 港甲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這樣去做的 它是不停重播的 嗯 它比賽不停重播 是挺有趣的 對 香港來說是一個突破性的 發展 發展 它那時候開過635 應該是635 0.634 那時候都叫港甲台 那它又找了一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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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廣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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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講港甲 那它其實整個製作呢 你那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 啊 熱刺 訪港 之後一兩年 跟著有一個這樣的台 出來的 那它呢 就 正如 阿羅說 其實也是挺有心機做的 其實 即是它是 真是派一對 過去訪問啊 之類的那些東西 即是下午 大家都知道有時候 撞了一些上班 或者是 下班的那些時間 那其實你用on demand 那其實都可以看回長波 那其實是幾方便的 其實 是 是啊 說了一點 即是剛才阿Tony說的這個東西 又要解釋給年紀輕的朋友聽 因為以前呢 九十年代 譬如萬聯三貫王那時候 有線呢 是 它是買了 英超 跟著它是買了 得甲 等等 全部買了 其實它是只有一兩個台 它只有一兩個台 那時候 就是 它精選了一場給你 譬如九點鐘 有三場 它選一場給你 之後呢 會錄播給你的 但是呢 你就不能選擇的 那個年度是只有一個台 是之後撈呢 才變成這麼糞便 就這麼多個台 接著又有給你重播啊 又什麼啊 就隨時 就是那個 科技發展好啊 它可以現在是 那天 立刻加一個台給你 然後就播了 它就沒有了 現在有幾個台 放在那兒 空烤烤烤的 所以這個技術 就真的幫了很多 這一件事 那時候 聽人們說 其實 那時候的盤子 是 是只能買港甲的 你又要買了英超 加上英超 之後再 真正服務加上去 好像收費率上去 很低的 很少人看的 很正常的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說你就這樣推銷一個港甲台給我 我一定會付錢的 我看完所有東西,我又未必看的 我可能晚上不看,給幾個水不允許 也沒辦法的,但那個是一個發展 而令到各位球迷對於直播這件事 可能就有一個要求 起碼沒有理由一年多長 大家的胃口就開始大了 這個就是去到ATV ATV我看回是2014至2015年 即是說他是補了兩季? 是嗎?是補了兩季就撿了一季 ATV是2015年撿了一季 我以為他三季才補了兩季 兩季左右 因為他播香港播的時候已經是接近收棋的階段 這個就是對於我和Tony的一個人生革命性的發展 因為2014年就是我們剛剛進去了廣播 熱血大頭腸 做網台 做網台 那時候就是港超聯的節目 我和Tony也有份參與 那時候我很記得的 就說不用錢啊,亞視啊 接著說可能那些攝影那些沒那麼好 那些資源沒那麼多 可能沒那麼漂亮呢? 我記得第一場結智對於和顧大報 他老母在一個導演 不知道怎樣在那裡剪刀的 轉來轉去那個鏡頭 他又玩了 追不到 不是啊,他不停轉 即他控制到不停轉 我還沒設定 是啊 還沒設定到鏡頭 還沒設定到鏡頭 在那裡想吐 但是那時候是正的 就是我和Tony那時候再說 那時候是正的 在亞視就是他播了 他播了 他播了 播了 他都會錄播的 錄播 全部都是晚上1點 1點打後的 是啊 接著呢 就 都 都 都播了幾足 我覺得 真的幾足 有球隊說不參與 但是當時都依然是 要付錢亞視去播的 但是聽說 就應該 好像便宜過現在東亡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不太記得這件事情 那你們留言 亞視吧 又 官署亞視 你先說 亞視我很少看 亞視那一年代我很少看 因為他 即是你說錄播那些 全部放在創賣節目之後呢 零晨1點之後呢 找鬼看嗎 大哥 即是除非 除非那天真的有難畫 那就迫著要看 但是 都不會 那時候真的很少看 即是 除了他直播 他直播就不會看 那六播基本上你怎麼看 大哥 不用上班嗎 零晨1點 何況他有些時間 好像星期六天這樣 他撞正英超的 你看英超 你看香港波先 他六播 當然是看英超的了 那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還有他那些 即是 像Roy說的 他那些Cantelian設定 很嚴重 其實 很奇怪 你有對比 你會覺得 他真是 捱義氣 就是 幫你播 因為 是 其實真的 很懶惰 只是 不用錢 是的 他 還有 像Gary說的 他擺這些 垃圾時間 這樣 讓你播放回來看 其實 他都真的 為做而做 很難 很難找人 在那個時間看 真的 即是 還有 有一件事 就是 他的直播 有時候是低清的 即是 是嗎 不清的 但 那時候 那時候 不過都是 那時候是不是電視上網 也有一題 我忘記了 我記得 有個網站 我記得有個網站 我記得有個網站 但我印象中 他整天都低清的 變成 即是變成 480p 還是360p 差很遠 總之是蒙茶茶 你480p 你出電視 搞不行 就是 所以 ATV 那時候 都是 錢的問題 是的 那我再說 其實 認識我的朋友 其實我知道 我也說過 數十次 雖然不是很威風 但我覺得 挺好笑的 其實小弟 跟Tony 當年 ATV 曾經有一個 認證 找一些 新的廣播佬 素人 其實我跟Tony 另外有幾個朋友 都一起去考過 有說過很多次 不過今天Tony 都說說他的版本 我先說了我 那時候 阿忠仔的兒子 阿忠忠仔 都有的 即是他那天 其實已經開始 開始財困了 開始的了 開始財困了 是的 轉了老闆 足球 籃球 他都會聘請人的 然後 我們當時 去了這個大埔 然後就搭了廠車 工業城 對 廠車進去ATV 然後 然後 一開始原來很狠狠 就是他有一個記者會 我們就狠狠狠 在做那些 活動 報警板 那些 那些 那些大Sir在說話 我們在這裡坐 好像坐牌手 那樣 完了 我們進去考慮 就好像一個禮堂 那樣 你當上學那些 逐個逐個上去 就講一段精華 那樣的 那 我又 我記得 我講了頭兩個 接著有一個人 那個我忘記什麼名字 高層 就說你們講球 你們應該要說 我們都是亞洲電視 接著播這個香港 千里足球聯賽 什麼什麼賽事 才說 才對的 那他出來 他這樣說 就這樣說 說完 一個精華 我 我落到台 接著 我胃痛 很緊張 有這麼多人在 但是 我 那時候已經是ел過半年 當時 都是有些經驗 但但很緊張 那個也是第一回合的 那時候 真的正是 那個時候 不是開玩笑 有人坐在台上 有幾個人 那我就打算去見公公 給了CV 接著我試試 Roy說不用了 你知道嗎 我記得是說飛馬的 第一次看著西芒 如果不看開球 你忘記號碼 他好像有給我們一張紙 有沒有給人名指我們 好像沒有 你不看香港的球 根本是說不出人名 你就可以收皮了 那場球說完精華之後 就回去了 我很記得的 為什麼呢 走到出門口 我才升起我還沒拿回CV走 他又要入班去拿回CV走 然後被Roy笑到臉都和 當時Toney又是很小的年輕 是呀 學生還在八年前 很小朋友 我入圍了 接著有個第二次的機會 就是一對一 兩個一起拍 又是講了一段精華 很高笑的 我說早到了 接著呢 我不知道 跟前後那個人 都早到了 接著呢 本來我不是拍他的 接著那些人說 你來了 你先進去吧 那我就跟了一個人進去 那那個人其實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我節目 但是他也是從事做一些香港足球的 桌子 那些什麼 就是一個香港足球的愛者 他說他就知道我管他 好笑的 又是飛馬來的 應該是一場 杯賽 那我 冷靠成 飛馬的 陣容很強 然後在那裡數 全是一部後備來的 全是一部後備來的 然後繼續在那裡說 然後跟隔壁那個人說 隔壁那個人就不是說開話 然後這樣 也感覺到應該OK的了 做完很慘 隔壁那個人說 你好啦 你是說開話 我不行啦 但是最後我也是入了圍的 那怎樣 我是收到一個電話 我是姓陳的 他說你入了圍了 你不知道有六個的 然後呢 有一場球就有三百塊的 那你們會先安排一些六球的 那你留意一下 那就開始的了 那我留意到 他真的有安排過六個的 因為呢 下面有個人名 是評述員的名字 那個人是 我是完全不知道誰來的 他安排有一個的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沒有有然後了 我有另外一個朋友跟我一起入 他也是說沒有人再找過他了 他打過去也找不到那個陳生 可能那個陳生已經不是在ATV做了 那麼我們這個評述員的夢 就不經常沉大海了 就是這樣 你也好 但是那時候 阿士都是找回老甲來講的 他是半季的 那半季都是找回老甲來講 他是沒有變的那些東西 是一樣的 是啊 沒有變的 其實是沒有新型進去廣播的 有一次 我留意到的就是有一次 有一場六個 一次 有一次 厲害 這樣都被你留意到 不過他跟我說 叫我留意一下 學一下別人怎麼說 我不是留意一下 那些 那些 我設計的那個經歷 就真的 慘絕人患了 都是 都是 兩個人上去講的 我忘了哪一場 第二場就 正常 一開始 知道 我記得的 一開始 兩隊入場的 又是廣隊精華的 那說一說 我先說 打算我先說 一會兒就讓他說 誰知道 我突然間 一開口 有個球員射球 然後 那個人 在我旁邊 突然大叫 然後 我被他嚇一嚇 拋疾 我這樣 你之前沒有看球 那 總之 我 說話的時候 突然間 他突然間 好像搶薑 搶口 結果 在圈鬧聲之中 完成了 六波 然後我下台 我問他 你這樣攬炒也不是辦法 然後 他 這樣 然後 那時候 我真的 他有沒有說 我都來了 你有沒有回你什麼 你這樣跟他說 沒有啊 這個人走了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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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南美洲的 廣播佬風格來 我那次是 好像現在那樣 說著說著 我給你說著 我完全 他總之 整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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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南美洲的 評述員的風格 什麼都喊一頓 你變廣東話 除了Ricky之外 就傻了 變成了 沒有 沒有 電話都沒有 算了 大家都是做不到 評訊 完了我們這個網 我那時候 真的不知想到 行了 我終於可以 和林尚二一 做廣播佬 但是 不行了 唉 那好了 完了這個ATV 之後呢 就說了這個 東網 東網 就有很多人罵 又是質素問題 接著又是評述 等等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十多人有心 我覺得 就是 至少方便 我電話就看到 這個是時代進步 當然是 但是你說他求如訪問 他們本身 都挺好笑的 就是和仔和道士那些 上去廣播 都不是趕那場播 根本就 根本是趕回歷史 有時候說那場播 很難悶的 就是很老實 你正常以前 他們罵架 是啊 你整個精英杯 那些年輕人 其實真的很難悶的 大哥 你擺到道士那些 都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 但是他就用自身經驗 去講 但是東網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就是 他 他接下來這一季 就是他是 當人就拍完 他自己在自己的頻道 做出 還是怎樣 還是 只是給了港台 我不知道他怎樣 不是他現在 他現在應該是 同步 網媒也是 按多那邊 跟著按多拍的 就傳回去給港台 其實港台就不用出 人力萬力的 只不過 評述員 評述員 那裡 就要 選一下 要先掛關 這樣 那個製作就在 on.cc那邊 那如果on.cc 他自己都是 在頻道上播 那他找不到廣播佬 那邊港台又找了廣播佬 他自己找了價錢 我想有些 有些不同 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用同一班人 哇 真的不會雙聲度 應該不會 我想 不會雙聲度 又浪費錢 其實是用了 有可能全部人都是 on.cc找的 只不過那些 評述員 就要給港台 那些高層 看看合不合用 這樣 水印 水印不一樣 是啊 最後還有六分多鐘 東網有什麼評論 可以說一下 這麼多年了 其實東網很奇怪 其實很多人都說 他的攝影的技巧 就是追不到那個波 整天都說他 嗯 那個鏡頭 但其實我覺得 又不是很大問題 就是我們要求低了 因為看完亞視 我覺得這樣 我們有看那些 阿冠杯 阿協杯那些外圍賽 看那些蒙古 那些 是 就是我們 好像我們球員 我們球迷和球證一樣 我們什麼樣的質素 就是什麼足球的 播影的質素 是吧 我們踢這球 就是這樣播的 你不要把英雄 那些放在這裡 是不同的 是啊 還有我們 還有我們香港的足球場 是很大的限制 是啊 就是未必擺一個鏡頭 例如擺一個深水埗運動場 你的鏡頭怎麼擺 擺一個照護車 沒有可能 就是啊 不知道整個360度 環匯鏡頭比例 又沒有可能的 大哥 藍區那些柱 是啊 有可能他擺一至兩部機 放在看台位那裡 那就拍了兩邊的 拍了整個球場 那你追到就追到那個球 其實他大部份都追到那個球 追到的 我又不覺得這麼差 比如你在環球 大球場那些 沒有問題 是啊 只不過 有些人呢 又要求泰國高 大哥 說真的 香港的球隊 祝總 給多少錢 給安多思思 播先 說真的 是不是 他們也說真的 你阿士 你阿士已經差到這樣的了 其實安多思思已經很好的了 那你又不可以追到 那些年代 那些年代 那些年代真的給了很多錢的 那些錢很少的 比如你在說 你的球會一個月給幾萬元 已經叫救命了 但是幾萬元 你播一場 你有什麼質素 你播一場 你播一場 其實 其實由他們播開始 每一年都減價的 是啊 每一年都減價的 就是 就是 要你們 香港球隊的 給那個金額 是每一年都減的 那你還想要求有什麼 有一看就算了 真的有一看就算了 真的有一看就算了 至少我們剛才說 QB一年播了幾場 現在每個星期 有播被看 未必會長場播足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真的 我們 我們 食回憶自炸 他們找回來 少奇 和哥 道士 那些 上來 走去趕球 食回憶自炸 我們 聽了秘聞也好 他們 就是這些而已 和安詩詩 都是 就是 第一次直播 這些 其實第一季一定是 就是教角度 那些 沒有人教他們 一定是有一些問題的 那和安詩 都是他們 就是和球會開創了那個 就是 逐場收費 是嗎 應該是 對 那其實 就是慢慢 我想 就是 他搞到 就是有一個規模在這裏 那其實 會越來越好的 那 大家 就是 就是 不要那麼高要求 像Gary說的 因為始終 可能資源有限 真的 哇 說真的 給港台播 都未必是好的 因為港台 都沒有很多 這些人才 現在 因為港台的預算 都是在削 其實 差不多 當然 我很想知道 到最後 他會不會長場 都會播 因為我自己 就 對於我們來說 是福音 來的 長場都會播 我們不用 是 看不可能 整個球 就好一點 對於大家來說 對嗎 對呀 有可能 又不足針 又不足球場 沒得看 就更慘 OK的 有一波 真的好過沒得播 至少一個免費頻道 有一天 都是當一個宣傳 吃著亞洲杯 那個勢 對嗎 對呀 對呀 這一節就這麼多 我們下一節再講 今季 一些賽程 一些什麼球場 以及球隊 有什麼新的球員 加盟 下一節再見 好